近日中部战区空军医院联合第81集团军谋旅组织了一场战时伤员救治演练 我们先来通过穿越机的视角看一下演练现场搭建的这所野战医院 这里包含了救治手术医保收容等区域 这场演练模拟的是陆军装甲部队在行径途中遭敌打击而产生伤员 需要紧急转运进行急救 我们来跟随记者镜头去演练的现场看一看 这里是中部战区空军医院搭建的临时医疗救治区域 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战伤救治演练正在进行 记者在演练现场看到 在战场上完成了自救护救的30名伤员抵达了救治现场 而面对批量伤员同时出现 分类后送组的医护人员按照减伤标准 将伤员区分为轻 中 重等伤情等级进行分流 并运用智能化野战救护系统 快速录入伤员信息 我们按照一看二问三摸视察的送序 一看商业的商票商标 二问商业的名字 主要判断商业的意识是否清楚 三摸摸商业的商部以及其他部位有没有受到耸伤 视察商业有没有染毒的迹象 进行减伤分类 判断商业的伤情 送到相应的主使进行下一步的诊疗 记者观察到 那些被判断为轻度伤 中度伤的伤员 会在医护陪同下 或通过担架被送到收容救治组 进行进一步减伤分类 医疗护理 心理疏导 以及后送前的医学处置 我在刚刚的《战伤救护演练》中发现 每一名的伤员手上都会带这样一个圆环 上面有一个二维码 其实这就像一张电子救诊卡一样 医护人员通过手持机对它进行扫描 这名伤员的所有信息就能一目了然 针对野战医疗救援时存在资源匮乏 地形复杂 无互联网等困难 医院自主研发的智能化野战救护系统 基于局域网或无线自组网 运用智能手环 移动终端和中心调度系统 就能实现迅速获取病人信息 精准定位 一键呼救等功能 做到医疗过程留痕 医疗消耗可追踪 医疗资源可调度 实现野战救治信息化 记者观察到 当天演练搭建的医疗区域 由一个个独立的医疗方舱 通过中间的连廊连接组合而成 抗寒保暖 好装好泄 方便调运 节省人力 那么实战情况下 这样的医疗方舱还有什么功效呢 在实战过程中 它通过模范化品组 通过族室内的医疗设备的调用 能够最大限度的调配资源 增加我们的保障能力 我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在战争军事行动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上 我们的侧重点不同 在实战过程中 我们突出外壳族室的建设 在非战争军事行动 比如抗战 抢险 救灾 我们通过内科 外科联合应用辅助检查的配比 力量调配来适应于我们的任务需求 战场逼真化 训练标准化 装备智能化 数据精准化 为其力量再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 他们瞄准实战 全力打赢